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一样的 人家做投资的时候 他们会把钱放在不同的这些投资的方式 比如说现金 证券 股票 他们要提升他们的富有 但是时间是重要的 如果你错误的时间投资 可能就会有损失 我们也有一些是去看医生 我们要去早日地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病 但是其他人呢 他们不是先去医生 他们拖延了这个直到太迟的时候 所以真的是让我们感到很烦 如果我们去做年度检验的时候 有一个月后 我们就发觉 就是我们有这种重大的疾病 这个就是不好的时期 所以如果我们在正确的时候 行事的时候 不是会确保就会有对的成果 就如农夫 农夫可能在对的时候去播种 但是如果寒冷 就没有办法这个长出来了 就没有成果 所以有时候时间对的 但是那个结果不理想 可能有一对夫妇 他们要孩子要等九个月的时间 但是第八个月的时候就有战争 这样的时候就很难把孩子 带到这世界当中 所以对的时期也不保证会好的 为什么如此呢 是因为神定了这个时间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知道的 是理论上是知道 但是实际上可能不每次都掌握得好 有时候我们就计划 但是事情发生得不妥当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很烦 我们大硕述的人都喜欢有问题 可以尽快地解决 《传道书》的第三章教导我们 即使这些事情发生得不理想 但是我们可以仍然找到喜乐 甚至是在生活的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所发生的时候 这里有三点我们要学习的 神就是定了好还有不好的时候 这些时候和时期是为了给我们担子 第三点呢 我们可以在承受繁重的担子中找到喜乐 首先上帝已经定了时也定了期 我们在第一节读到的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这里两个字 时还有期 意思大概都是一样的 他们不是在讲时间的长短 他们在讲具体的时间点 所以在生命当中 有不同的事情会发生 做孩子的时候你就去上学 你18岁的时候就去服兵役 你20多岁的时候去上班 这些都是生活的不同的期间 圣经也告诉我们 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由神所预定的 都有在天下有一个特定的目的 这个不是由我们决定 而是由神而决定的 而是由神而决定的 耶稣 神没有先问人的意见 而是由神而决定的 也没有把他们交付命运或偶然 而是按照他圣洁的旨意 同管他们 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指定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十七是由他的目的 不是意外 所罗门在这里 他列出了不同的时期 还有时间 世界各地的人都经验的 我们自己也是经验一样的事情 一共有七组生生活的事件 第二节讲到我们要活多久 生有死 死有时 栽种有时 活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所以讲到了有生的时候 还有去世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这时候什么时候发生 只有神知道 因为是他决定 是他安排的 植物的世界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栽种这些植物 几时 然后农夫会把它们拔出来 所以他们也有生有死的时候 在一个世界有生也有死 第二个生活的季节 就是有前进 还有失去 失去的时候 第三节说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农业文化了 但是以前 这种农化文化中的时候呢 那时候人家要养这个动物 过后是要把他们这些动物宰了 但是相反的 有时候这些动物呢 他们就是要抚养着他们 让他们再次康复 有时候 大家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宠物 我们要出于怜悯 而杀死了这些动物 有时候 有时候要建股仓 有时候要拆毁它 在我们的环境之后呢 就好像我们在投资一笔钱 有时候就是要亏本的时候 出售这些资本 我们卖的时候就输钱了 还有多一个时期 就是我们感受到悲伤 还有欢乐的时候 第四节提到 哭有时 笑有时 哀动有时 跳舞有时 我们都有哭泣 悲哀的时候 有一些当中的人 可能喜欢看足球 我不喜欢 但是我知道 那些支持球队的人 球队如果输了就很伤心 但是有其他的人 他们的足球队赢的时候 他们就大声地喊呼 你们就看这些欧洲 英国的足球笔械 你就看到人家大喊大叫 这么兴奋 但是别人就是非常的伤心 在同样的时候呢 在生活的时候 有时候有病痛 有我们的爱人会去世 那时候我们就哀痛 在教会中 有一个星期 我们出席吊丧 下一个时期 就是出席一个婚礼 那时候就是喜乐的时候 所以哀痛还有喜乐 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 就是很喜爱 有时候也有亲密 还有冷漠的时候 那些已经结婚的人会理解 第五节这样说 抛制石头有石 堆砌石头有石 怀抱的石 不怀抱有石 所以这句话呢 这个跟石头的这句话 意义不太清楚 大多的圣经的解释家 就是在讲婚姻中的亲密关系 所以已婚的夫妇就知道 有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浪漫 其他时候 你就不感到 就是浪漫的感受 有时候丈夫很有浪漫的感受 但是妻子不要搂抱 在生命中就是有亲密 还有冷漠的时候 有时候要抱 其他时候不想抱 这个就是时间的时候 有一些人就是一生没有配偶 但是神在掌控一切 这是奇妙的真理 他控制着时期 有一些丈夫还有妻子 他们都不想抱了 他们觉得 哎呀 不结婚就更好的 但是也有单身的人 他们想结婚 但是都是神所预定的时期 第六节告诉我们 生活会有富有 还有贫穷的时期 有寻找有时 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 设计有时 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 但是会突然失去一切 就好像我们的投资 或者处事 我们可能就是股票 就是突然裂了 可能你会记得 上次我们投资 然后杰索就损失了很多 这个日常生活都是一样 我们要处事钱 可能你处事足够 吃度假 但是突然冰箱坏了 你要拿这个处事 来买一个新的冰箱 可能你的房子抵押 你就是赚够钱 来就是还清这个债 但是你生病了 又要付这个生病的钱 我们也知道 如果我们的薪水加增 我们也要纳更多税 生活就是这样 有富足还有贫穷的时候 第七节 也有提到另外一个 生活的发生 就是有悲伤 还有要应该不悲伤 停止悲伤的时候 他说撕裂有时 弥补有时 沉默有时 言语有时 有人在旧约的时候 在哀悼的时候 他们会撕这些撕裂衣服 他们会静下来 他们把灰迹放在头上 我们记得大卫王 他的儿子 他知道儿子要死的时候 他就是在悲哀的过程中 他完全沉默 因为他就是在悲哀 但是作为基督徒 世界上的人 我们不是要 永永远远在哀悼的 是有一个停止的时期 所以是有静下来 但是也有开声 开言语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恢复 人来的生活 大卫就是如此 过后他回来 就开始又开始吃 然后继续 照样活出他的生命 第八节也提到感情 有喜爱的时候 恨恶的时候 战争有时 和好有时 在教会 在家里当中 甚至国家之中的 这个关系 都是一样的 有时候一切都平安 在教会 就是很和睦 国家的关系也很好 但是突然会有误会 我们就会互相地伤害 国家 可能他们会有误会 某某国家 要其他国家所拥有的 那时候就有战争 有政治方面的战争 我们的人与人关系之中 也有这种关系的争战 在这当中 许多人 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你们在这身 看了许许多多的战争 没有一个时候 是没有战争的 以前有第二世界大战 当时有一些 在我们当中很年轻 在马来西亚 还有新加坡 那时候也有争议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争战 现在那些活着的 年轻的人 你也可以告诉 50年后 可以告诉孩子 上次我们就是活过去 这个俄罗斯 还有乌克兰的争战 这些就是生活的季节 有开心还有不开心的时候 有哭泣 也有舞蹈的时候 有富有还有贫穷 有浪漫 还有没有浪漫的时候 这些都是神所预定的时期 不是由我们来决定 有一些我们当中是希望 我们的生活永远富有 有一些希望我们去世之后 我们是在睡觉的时候 所去世 但是可能我们的死亡 是很痛苦的 你可能希望可以找出 一个终身的伴侣 但是结婚之后呢 五年 十年 十五年后 这个浪漫都已经熄灭了 这是生活的时期 弟兄姐妹 我们听到神的正道 我们就会看出在我们的生命中的 这些季节 如果你要控制生活 你会感到很烦 可能你们就是要煮牛排 你们就是要二等级的牛排 如果煮得不够熟 你就要把它拒绝了 你就是要控制一切 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控制一切 所罗门不是在判断 他不是在给我们指示 叫我们杀戮 叫我们恨 传道书不是在给指示 他这里是在描述 他在描述 他在描述生活的 不同的期间的这个轮回 在生活中会笑 会舞蹈 会喜乐 也会哀悠 可能你现在就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有人爱 可能你很开心 因为刚刚生了孩子 但是也有其他人 现在孩子长大了 然后就非常的失落 如果以前是婴孩的这个孩子 现在使你感到失望 但是这些都是神所预定的时期 是他定的时候 神的话语这样说 天底下每一个目的都是有定时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 祂给我们不同的生活的时期 我们看到的第二点 就是神将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和时期 强加给我们的目的 是给我们带来单子 所罗门在第九节 问道 这个意义何在 什么好处呢 我们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出生 栽种 割出 杀戮 医治等等 这些是什么意义呢 这个使我们感到 我们领悟到的时候 就可能会感到很不安 我们看到 神赐这些东西给我们 是为了使我们感到焦急 第十第十一节说 我见神教世人 劳苦 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神造万物 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是神赐给人 是给人家做了一个单子 因为神觉得是美好的 我们自己可能不觉得美好 但是神是这样觉得 祂是合适 所以在我们病痛的时候 我们失去了投资的时候 我们在极大的挣扎的时候 神就说 这是美好的 对你来说 在这个生命的时候 在这个期间是美好的 有些人 他们活到很多年 有许多多的钱 但是没有精力来花这些钱 神说这是合一的 有人就会说 那时候真的是很可惜 但是神说 这是正确的时候 这是合一的情况 就是赐给你的 你可能有一个很棒的工作 有些人当中 可能就是有了工作 过了几年后 可能就会被裁掉 神说 这个是对你 是适合你的 对他来说 这是美好 我们可能会感到很烦躁 但是神赐一切给我们 是因为他知道 我们的这个烦躁 是我们必要有的 这世界 有许多人 很有钱 有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他们的生活 没有什么失落的 失望的 然后因为如此 他们就开始忽略了神 所以神在生活中 带了这些时期 是使我们谦卑 要我们仰望神 要我们向他呼喊 我们就会问 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要 我们要就是经受 挫折的时候 问出这些问题 这是十一节所提到的 又将永生放在世人心里 然而至神从始值中的作为 人不能渗透 这个不容易翻译 神把永远放在我们的心中 这些翻译 有时候用世界 有时候用永生 他把这个大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跟世界这么大 放在我们的心中 需要我们问起 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呢 我们看到 约伯的例子 他拥有一切 有许许多多的孩子 非常的富有 他有很多的动物 有很多的财产 他失去了一切 一天失去了一切 那时候他坐下来 他就问神 为什么 当时候他是沉默的 他就是有说 是神所给 是神所带走的 我们也知道 约伯的皮肤也出了问题 然后就加征了他的烦恼 他这些事情都发生了 都是为了让 约伯问为什么 不是我信实吗 我不是有意吗 我不是忠心地服侍你吗 为什么你赐助我 这么多的这些坏事 最终呢 约伯没有从神 直接地得到答案 他从来不知道 是因为魔鬼 要试探约伯 但是最终呢 约伯就谦卑了 这个是他所得到的答案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度过生命的一切 一个星期开心 另外一个星期不开心 都是使我们谦卑 我们不理解 为什么的时候 我们面临到 所有的这些单子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敬畏神 第十节这么说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 无所增少 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 尊敬敬畏的心 神做一切 是要我们顺服他的旨意 我们当中有一些很 应精的人 我们就是要什么东西都做得好 根据我们所要的 比如说 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饭不符合我们的口味 我们就很不开心 我用食物的例子 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吃东西 但是我们当中 可能有孩子 我们很专注 他们必须把一切做得顶尖的 如果孩子的生活中 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受不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接受这些东西 是从神来的 神是拆遣这些事实 我们谦卑 让我们认识 我们是被创造的 只有他是创造者 神要我们谦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如何伟大 我们多渺小 约伯从来都没有得到 他所要的答案 但是神显现他的伟大之后呢 约伯就受到谦卑 这个是他所需要的答案 他认识神是主权 这是足够的答案了 我们领悟这个 就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神伟大 我们知道我们渺小 我们知道我们不再 掌控我们的生活 那时候我们才开始 敬畏上帝 所以甚至在生活的低谷的时候 在有重担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喜乐 这是最后一点 第十二还有第十三节 我知道世人 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并且人人吃喝 在他一切老路中享福 这是神的恩赐 我长大的时候呢 我的家庭是蛮富有的 我要这样分享呢 是要分享 神仍然是好的 即使我们的生活中有问题 我爸爸为联合国打工 我们飞飞机的时候 是第一等级的票 所以新加坡 给联合国的钱 就是使我可以飞 第一等级的班级 我们的生活很舒服 但是 我家庭投资不好 就把我们的钱财 就损失了很多 使我们的财产损失了很多 我爸爸一时都不相信神 但是在这些艰难的时候 他开始认识 还有信主 在艰难的时候 他可能 没有办法 享受他的鲍鱼义负面 但是他仍然还可以吃炒果条 第十二十三节 他说 我知道世人 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 他就是要 所有的人 就是享受 他的生命所得到的 这些都是神的恩赐 所以我们面临 艰难的生活的最好的回应 就是要充分地利用一切 可能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 神叫我们享受生活 在他赐给我们的时候 要行义 所罗门就说 我知道对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比喜乐 并有生活中行善更好的 我们就要活在这个张力当中 要接受认识 主决定了时候还有时期 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改变事实 但是在生活的当中 我们可以赞美主 我们可以顺从主 我们还可以赞美神 我们可以承认 他是赐语 也是收取的神 我们就承认 赞美他的圣名 我们可能就是 非常非常的生病 在医院当中 但是在新加坡 很多时候 我们有世界第一等级的 医治的服务 我以前活在澳大利亚 PERF的当中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有癌症 他回到新加坡来得医治 因为这里的医院 比那里的好 我们也是感谢主 神赐给我们 医生还有护士 有时候在医院中的 那个护士 可能对你脾气有一点爆炸 但是我们还可以感谢神 因为这个护士 是要来照顾我们的 有时候我们在 我们讲 新加坡的交通很好 但是很多时候 都最近都坏了 可能你们就是坐地铁 地铁就停顿 40分钟就是等在那边 浪费时间 那时候我们就在想 我们的交通 真的是这么好吗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可以读我们的圣经 我们还可以听 听收音机的东西 可以听赞美诗 可以向神祷告 即使生活不顺利的时候 神要你停顿 缓慢思考思想它 有时候过了一天 非常的苦 我回到家去开始洗衣 然后 你就开始可以 烫你的衣服 还有洗你的衣服 这时候 你可以感到是多么的满足 可以闻到这个 已经洗好的衣服 即使是争议的时候 甚至在神的家 当我们宽恕 还有寻求宽恕的时候 会有这种原谅赦免 这样也是有成就感 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 所以在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喜乐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 是个时候 但是 相反的也是真实 我们要知道 我要 我的牛排 煮到这个程度 只要这样的程度 如果我们无法面临生活的困难 我们就会永远地不开心 因此我们要现在的醒悟 要享受我们现在所有的 这是圣经所说的 要享乐我们的劳苦 所以在我们不可以预测的时候 这个神还是赐给我们 我们可以吃炒果条 开心吗 现在膨胀很大 我们没有办法买这么豪华的食物 现在只可以买这些 更便宜的餐 那时候你还可以喜乐吗 是可以的 因为这是神所赐的 生活这时候没有完美的情况的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一切 我们的生活的上下 会有起起落落的时候 有一些人还没学习到这个功课 我自己有时候觉得 我已经学会了 过后有事情发生 我知道我还没领悟到 我们会时常问 为什么这道问题 但是答案很简单 是神预定了 在祂眼观中是美好的 你不会理解一切 但是呢 就吃这个炒果条吧 这个是神所赐的 所以亲爱的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我们的生 我们的死 我们的时候 时期 这个不是由我们 所知道或者决定的 这些是秘密 我们不认识 但是神是良善的 我们要正义地活着 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 有时候我们感到头昏 感到疲倦的时候 就是因为生活这么多招事所发生 那时候是我们要信靠神 这个是我们的比利时信条所提到的 第十三条 我们知道神不是单单创造 就是离弃了事情 祂继续地管制他们 祂继续地说 至于祂的奇妙作为 是超乎人所能理解的 我们不会去好奇地追问我们的理解 限度之外的事情 乃是以其他的谦卑和敬畏之心 去仰慕神公义的判断 因这些事对我们隐藏 我们且要以自己的基督的门徒为满足 单单学习神在圣经里所教训我们的事 不要跃跃这些界限 这个教义能安慰我们 事情不是偶然地发生 祂看顾我们 祂爱我们 所以在这个生活的当中 在罪的发生当中 我们承认神差遣祂的儿子 在时间满的时候 这个儿子可以道成肉身 做仆人为罪人而死 所以在这个有罪 伤心悲伤哀痛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确认 就是耶稣基督 祂经受过生活的所有的艰难的时候 祂受恨 祂贫穷 都是为了我们 这个是使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我们就可以盼望在这个永生 地安息的时候 就有不可以 不会想象的富足 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安慰 现在我们就尝试设法来喜乐 现在我们吃的是炒果条 改次就是羔羊的宴席 现在我们想起这个 海特保药里问答的第一个问答 说 我无论是生是死 身体灵魂皆非已有 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 祂保守我 若非天父允许 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 祂叫万事互相效力 使我得救 故此祂借圣灵 也使我有永生的确信 并且使我从此以后 甘心乐意地为祂而活 有一天我们会在祂的怀抱中 在基督里安全 我们可以盼望天堂 现在呢 在好事不好事的这个时期当中 我们仍然可以享受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永恒的天父 我们感谢祢 祢掌控了一切 我们感谢祢所定的时期 我们可以喜乐 这些祢所赐给我们的好事 我们也可以 在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谦卑 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吧 在这些时期 我们仍然可以仰望祢 我们以耶稣的名字而祷告 阿们